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曾智偉曾邀請姜濤出席TVB的節目 可惜就是慘吃檸檬 後來曾智偉串爆ViuTV的節目片門 反過來又被ViuTV的藝人嘲諷 第二宗消息 在昨天的TVB綜藝節目當中 王祖南反串扮林鄭月娥 在網上一片劣評如潮 更加惹來了部分藍絲大罵 說王祖南抹黑政府 TVB這次可以說是兩面不是人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曾智偉 怎樣來串爆ViuTV 他自爆 在上班的第一天 已經打電話給ViuTV高層老庭輝 希望邀請到姜濤出席TVB的節目 他引述 老庭輝的答覆 說當然不行 遲些再談 他又提到 對於收視是不感到壓力 只是希望贏回觀眾對無線的信心 而ViuTV的節目編滿 所以只會跟TVB的J2台比較 其實曾智偉仍然是抱持著一種大台的心態 就好像聘請你上來的時候 就是益了你 以往來算 上得TVB的節目 當然能夠大收宣傳之效 能夠提升得到知名度 但是 今時就不同 跟往日 一來 在很多市民心目中 對於TVB的印象 轉差了 TVB的聲望 亦不能跟以往同日而語 所以 那些藝人在決定接不接受TVB訪問的時候 一定會考慮得更仔細 究竟他上完TVB之後 會不會得不償失 賺了知名度 但可能會惹來部分網民的批評 甚至乎可能有部分人還會發動什麼抵制行為 第二 現在已經進入了互聯網世代 還大什麼鬼台才行 以往TVB封殺過不少的藝人 其中一個叫做Coffee Lam 叫做林千瑜 現在人在YouTube都不知道多麼爆紅 已經有過百萬個用戶 訂閱他的YouTube頻道 他只是做瑜伽 他那些片大部分都不是怎麼說話 別人一樣可以在網絡上 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你TVB哪裏封殺得來 另外我看到ViuTV有個藝人 就串回曾志偉 那個藝人叫做國家俊 就是參加全民造星入行 我認為他的說法其實是相當有道理的 他怎麼說呢 那個記者就問他擔不擔心 ViuTV和TVB兩個台在互鬥 他就說 做好自己的節目就有人看了 收視就只有幾百部電視機 他一直都不理 我認為他這個說法就說得相當到位 因為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香港的電視台的收視率 其實就是由那幾百戶來代表 就是由一個調查機構 他就發了這些收視的調查盒 給那幾百戶的人家 然後那幾百戶什麼時候看電視 看電視的有多少人 他就專門有一部機器去記錄 而電視台的節目的收視率 就是從這幾百戶人家的收視紀錄 來計算出來的 這個所謂收視率其實有什麼實際作用呢 一來當然就被電視台拿來自開打飛機 就說自己的節目多受歡迎 有多少人看 二來最重要的 就是拿出來給那些廣告商看 然後那些廣告商就拿著這套數據來說服客戶 在某一個電視台下廣告 這就是最重要的功能 其實過去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人質疑 到底這個收視率的調查可不可信呢 他調查的方法是夠不夠科學呢 而他挑選出來的幾百戶 那個代表性又有多大呢 等等 很多的疑問 但是不要管 過去一直以來 廣告商都能夠利用這一套數據 來成功說服到 很多的客戶在那些電視台下廣告 因為大家都相信這個台真的有幾百萬人來看 過去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但是互聯網對於電視台業務的衝擊就很大了 因為現在有了YouTube之後 很多視頻都放了上YouTube這個平台 而YouTube作為一個第三方的平台 力求點擊的數字是要精準的 因為YouTube自己也在賣廣告 所以在YouTube上面的點擊數字 就不會有水分 就不能夠造假 因為一造假的時候YouTube一定會禁止你的台 好了以往來說 那些電視台就不是很願意 將自己所製作的節目 放上YouTube這個平台 一來他們就覺得 作為一個電視台 有台格 隨便將自己的節目 放上YouTube 豈不是做chip 二來 那些電視台就想自己吃回所有廣告的收入 就不想靠YouTube那個微博的廣告費 但是現在 總之 大部分的電視台 都要向這個平台屈服 不斷地放片上去 拿得多少廣告就拿多少 就當是開拓一個 收入的來源 大家又可以觀察一下 在YouTube平台上面 那邊是TVB的片 還是ViuTV的片 那個點擊是比較高的 其實就很容易分出高下 至於為什麼現在TVB 還有那麼多廣告商 去下廣告呢 其實就是因為 那麼多年以來 很多廣告客戶 都對於那份收視率報告 深信不疑 如果越多人對於那份報告 有疑心的話 那麼TVB就會是很嚴重的 因為那些人就會開始思考 究竟這個台是不是真的那麼多人看 我就不會質疑說TVB 沒有人看 或者怎麼樣 因為事實上 他真的有很多長者來看 因為那些長者不懂得按 他就只能夠按來按去 都是那幾個台 你說叫他去搞什麼YouTube Netflix 他就真的不懂 你買一部智能電視給他 他也不懂 所以現在TVB最核心的觀眾 應該就是這群慣性觀眾 TVB經常說要開拓新的客源 相信就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怎樣能夠吸引得到 那些年輕人去看 不要說吸引新客源 就算說要保存著 現有的那些 觀眾不要流失 也相當困難 只要你給一個機會 那些觀眾能夠 進入得到互聯網的世界 花花世界有什麼差事都可以看 他還怎會為了你一棵樹 放棄整個森林 好了 曾志偉又提到 就說 鄧志堅 扮姜濤被網民圍插 他對這件事大惑不解 為什麼在記者會三天之後才拿出來說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現在TVB所做的事 真的很少年輕人去留意 你隔了兩三天之後 才有些網民 貪得意地擠上討論區 或者擠上Facebook那裡嘲笑 那些人才知道 在昨天 TVB就播了一個叫做 《開心大中藝》的節目 在網上一片劣平如潮 為什麼呢 王祖南在節目當中 扮女人 去扮林鄭 另外又有人去扮 張竹君醫生 和袁國勇教授 其實這些扮鬼扮馬扮女人的潮段 已經用了很多年 都用爛了 而且那些人又重複用回 那一批演員 你跟十年前的全家福祿秀有什麼分別呢 當時就是汪明傳 加上 黃祖南 阮兆祥 現在你又是黃祖南阮兆祥 又是扮女人 那你毫無新意 其實請回黃祖南 都是把時光倒流十年 那你怎麼吸引得到新客呢 當然是在網上劣平如潮 還有就是 他們玩自嘲 但是相當尷尬 今天找了這個林勝斌 Bob就跑出來胡鬧 又罵這個TVB 吃屎 其實就是在呼應 當日TVB的新聞報 去了屯門那裡直播 有個市民 就當著鏡頭大喊吃屎 舉不民手勢 這個橋段就是自嘲而已 但是做得相當尷尬 這裡又順便想打岔說記協 因為記協在當日發表了一篇聲明 易政詞仍敢譴責那一名市民 記協怎麼說呢 他就說無線新聞 在屯門有愛村進行新聞直播期間 有市民高聲呼喊 及跑到鏡頭前 高舉不雅手勢 干擾新聞直播進行 最終無線新聞需要中斷現場直播 本會譴責此等阻礙新聞工作者 履行職務行為 要求各方立即停止 任何針對新聞工作者的阻礙 或者干擾 讓前線新聞工作者 均能有效地履行其第四拳天跡 記協這個譴責比那些左仔更快 真是離譜 喂 你這麼喜歡譴責 你有沒有監督一下 到底TVB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他有沒有履行第四拳天跡 大佬 TVB的新聞是不是很公正 客觀和中立呢 有沒有偏頗呢 你記協這麼喜歡去監督別人 你監督一下TVB的新聞 不見你說半句說話 這個市民做了那麼多事 你記協就已經說要譴責他了 不對等 然後說回TVB昨晚的節目 黃祖嵐就去反串 扮女人 扮林鄭月娥 又開這些什麼疫情記招 這件事不僅在網絡上的網民 劣平如潮 就連藍絲也認為 這些節目是有問題的 有些藍絲在Facebook上 大罵黃祖嵐是小黃人 其實他們的邏輯都很過癮的 凡親 他們看不順眼的東西 他們就說那個是小黃人 不知道為什麼喜歡用小黃人這個字 其實他就是在說黃絲 但是黃祖嵐擺明就不是黃絲 他又回大陸那裏 做綜藝節目 現在又回到香港 都叫做小黃人 反正不適合他們看就是小黃人 另外有些藍絲就說 這些就叫做創意了嗎 不知所謂 想不到無線會抹黑政府 TVB這些就叫做兩頭不到岸 打算扮一下林鄭 嘲諷一下他 實情現在TVB剩下的核心觀眾 有很多都是藍絲 如果是黃絲在過去 這兩三年以來 就已經是不斷地嘗試在網上自己找東西來看 因為他們會撐不住TVB的新聞 所以現在TVB剩下的很多死忠的 核心觀眾 很多都是藍絲 當然可能有小部分 不懂得上網 有些長者去局看 但是相信大部分都是藍的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